美聯儲宣布暫停加息 匯豐銀行也宣布最優位利率將維持不變 保留在目前的5.75%水平 經絡案件轉屆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表示 有關利率不變加上經濟逐步復償 以至近期有銀行不斷調升案件相關優惠 以吸引客戶等因素 對本港樓案市場發揮了正面的支持作用 曹德明指 聯儲局自去年開始透過多次大手加息打擊通脹 美國最新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已經回落至4% 是超過兩年來的新低 另外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暫時解決 並即將大舉發債 估計超過1萬億美元發債期間湧現 此舉劃加劇銀行體系資金壓力 聯儲局因應將出現的信貸緊縮 而暫停今個月的加息 合乎市場的預期 不過美國通脹率和目標的2%仍有一段距離 加上美國就業增長強勁 失業率仍保持低位 而議息會議之後公佈的數據 亦預示了年底前會再加息兩次 曹德明認為 不排除聯儲局最快會於下個月恢復加息 年內減息的機會亦不大 聯邦基金利率將繼續維持高水平一段時間 對於匯豐維持最優位利率不變 曹德明表示 相信是匯豐根據自身資金狀況 以及公司策略等因素 而作出這個決定 唯唯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